大家好,我是汇利证券的交易员Ben Chin 这期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差价合约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交易差价合约 只有在了解它的优势后,我们才会去交易 差价合约主要有三方面的优势 第一是通过差价合约 我们无论是在牛市或熊市的市况下都可以有获利的机会 第二,通过差价合约 我们可以对冲我们的投资组合在市况不好的情况下降低风险 第三就是可以利用杠杆扩大我们的持仓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差价合约 首先,差价合约是一种衍生品交易 是买卖双方之间的一项合约 投资者并非真正拥有交易的产品 例如,交易股票差价合约 投资者并非实际拥有这个股票,也没有投票权 而该项合约是根据从购买金融产品合同到卖出合同的价格差来进行结算 另外,差价合约是场外的交易 在交易差价合约时 卖空不需要借股,不会有惩罚措施 更不会被交易所强制Bain 我们的差价合约可交易多种金融产品 包括股票差价合约 指数差价合约 大宗商品差价合约 还有外汇差价合约 我们的股票差价合约没有额外的买卖差价 并且提供最低10%的保证金要求 就是10倍的杠杆 我们可交易的股票差价合约数量众多 热门的如美股超过1500只股票可供交易 新加坡股票也有超过1500只 另外,港股超过800只股票 中国A股也有超过600只股票 同时也还有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股票可供交易 在指数和大宗商品价差合约方面 我们有众多重要市场指数可供交易 同时也有黄金、白银、原油等指数 指数差价合约允许低至5%的保证金要求 在外汇价差合约方面 我们有多达37对货币、对交易 在一些热门的货币对点差低至0.3或0.4点 同时,我们提供低至5%的保证金要求 也就是20倍的杠杆 对冲,我们的股票投资组合 是我们交易差价合约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什么是对冲投资组合呢? 它是一种通过同时建立相反投资头寸的投资策略 旨在降低风险并实现稳定的回报 具体就是建立卖空的头寸 从而对冲由于熊市 或者出现对企业不利的消息等原因 而导致投资组合的价值下跌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 就请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我们会持续不断地为大家带来更多的金融知识干货 如果你也对股票感兴趣 请扫描下方二维码与我们开设股票账户 并开始您的交易之旅 超低的交易费用 你还等什么呢? 快扫描吧! 有微信的朋友们也可以扫描图中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每天都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新闻资讯 股市讯息 也会为大家分享我们的讲座信息 还会定期举办微信活动让您轻松赢得大奖 最后 如果您没有微信号也不用担心 追踪我们的IG账号也能享受同样的好处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